好的 同學們好 我今天也是非常高興 能夠有機會跟中學生同學們 在一起討論一些 技術倫理前沿的一些問題 我離開這個同學已經是 已經是40多點了 其實跟中學生接觸就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還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不是非常了解你們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會盡量能夠講得清楚一些 那麼同學們有什麼問題 我也歡迎大家可以打算我 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在留言當中 我有的時候可能規定能馬上看得很清楚 那麼大家有問題可以歡迎大家交流 那麼完了以後 我也會給大家留一個通訊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這樣的一個話題 關乎到我們這個人類的未來 而其實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更多的中學生 甚至更小的同學們 很早就能夠關心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那我先就是我有一個PPT 我按照這樣的一個順序先跟大家講 我現在來共享一下這個GPG 大家能看到嗎 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好的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跟大家討論 那我今天討論的是這個技術倫理和人類的未來 那麼這個技術倫理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剛才劉老師也做了一些介紹 那麼我們這個工作 當然在我們看來這個意義重大 它關乎著人類的未來 因為我們所這個面對的這樣的一些課題 面對的這樣的一些這樣的一些問題 是我們整個人類共同面對的 所以這個我就跟大家呢 就是從這個幾個方面來討論一下 一個就是首先是技術跟倫理的關係 這個好像走得太快了一點 我跟大家講四個問題 這個一個是技術跟倫理 它究竟是什麼關係 我會這個跟大家也把我的觀點呢 來亮出來 會上這樣的一些內容 把它對準了技術 技術不是好的嗎 我們現在整天都在講技術創新 我們都是在這個千方百計的 要這個要使得我們這個創新 能夠走在世界的這個前列 那麼現在倫理學研究 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維度 為什麼要研究它 那麼顯然這個現代技術 既然我們說研究它 那肯定是它會有一些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主要是從倫理的角度來講 我們覺得它主要是有哪些問題 我們覺得它主要是有哪些問題 跟我講 那麼我首先講到這個技術倫理 我在想這個大家可能是不是都知道這個事 就是關於基因編輯的嬰兒的這個事 同學可以在下面這個給我一個信號 就是你們知道我就知道這個事 因為這個事情這個2018年11月份這個事 我已經看到了大家都知道的鬧得很大很大 在很大程度上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科技倫理學或者技術倫理 這個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熱門的 全社會都很關注的 不光是這個大學裡關注 我覺得那個媒體更關注 媒體更關注 前幾天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世界 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召開 那麼我參加了兩個論壇 一個就是人工智能治理論壇 還有一個是人工智能的婦女論壇 那麼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 這個媒體 他們關注的就是原體問題 我們那個婦女論壇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嘉賓講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媒體都來找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這個 我們不能光講這個人工智能的好的方便 他究竟還有會帶來哪些困惑 對我們人類有哪些挑戰 這個媒體非常關注 那麼這幾年這個關注呢 當然已經不是就是這兩年了 實際上這兩千年以後呢 這個隨著技術越發展 它暴露出來的一些這個負面的東西 或者說它給我們帶來的這個衝擊呢 也越大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就一直有很多的這方面來討論 那麼在2018年11月份 南方科技大學的這個副教授叫賀建奎 他宣佈了這一天就11月26號 突然之間宣佈 他這個用基因編輯的這個方法 編輯了在這個胚胎上 這個編輯了這個一對嬰兒 馬上就要誕生了 這個編輯的過程當中 他隱瞞得非常好 誰都不知道 但突然之間這個孩子要誕生了 然後他突然之間宣佈了 而這就是在這個 世界這個關於基因編輯的大會 在香港召開的前兩天 他突然因為他要到香港去做報告 他要去講他這個東西 這個給世界上打的這個一個措手不及 突然之間有人說把這個基因編輯的技術 用在人身上 這個當時簡直就是像病症一樣的 迅速這個引起了軒然大骨 那天我是大概是11點鐘左右早上 突然之間知識分子聯繫我 我還沒看到這個新聞 而知識分子聯繫給我 說是你知道不知道這個事 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們馬上就把這個 知識分子是一個平臺 是一個公眾號 他們馬上把這個新聞發給我 然後接下來說馬上1點鐘 我們就要連線一個在線的訪談 叫我來參加 我當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接下來這個 我說這個確認了嗎 第一個這事實是不是確認啊 媒體喜歡操作嗎 喜歡找這個新聞點 那麼再一個這個事情 本身究竟是個怎麼樣的狀況 你馬上讓我面對媒體 我感到也很緊張啊 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這事情是真假 或者什麼的 但是很快這個我馬上就收到了這個 看到這個媒體上 有100多名中國的科學家 發表了聲明 而站出來反抗 而就站出來這個就是聲明 譴責賀建奎的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最早是我們國家的科學家 來這個發出這個譴責的 很快大概就前後不到一個小時 有100多名科學家 而這個是瞞這個中國學者 這個第一時間出來反這個譴責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這個震撼 而媒體上社會公眾都很正快 然後很快了 就中國的各個團體 包括科協啊 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啊 科技部啊 這個衛生部啊 就現在就要衛健委啊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啊等等 各個機構都出來發表聲明 而進行了這個譴責 那當然這事情肯定是真的了 對吧 沒有這個 那麼後面也有人就是採訪賀建奎了 是吧 那麼其實這個這個事情 這個搞得非常這個 那麼後面當然就進行了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他究竟是做了做錯了什麼 那麼從賀建奎的角度來講 他還一直覺得他自己很驕傲 他覺得他這個是一個創新之舉 為什麼說他創新之舉呢 因為他用了這個這個基因編輯的技術啊 他覺得呢他能夠把這個一個基因給敲除了 那麼這個基因呢有可能啊 當然他不是絕對的 他有可能敲除了這個基因以後呢 就人就能夠獲得一個天生的這樣的一種免疫能力 而以後就不能夠得艾滋病 就有了這樣的一種能力了 那麼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創新 所以他一直覺得很亢奮 所以他想在這個香港的大會上 這個第二屆經營編輯的大會上來宣布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他我估計他沒有想到這個世界呢 會是有這麼樣的一個反應 那麼這個事情後來全世界當然都有各種各樣的聲音 後面到了這個 那麼這件事情就是18年發生的 那麼後面呢 這個國家也對這個事情進行了調查 那麼我也參與了這個各種討論會 那麼2019年這個12月30號的這個基因編輯案呢 就是在這個深圳進行了一個公開審判 那麼最後賀劍奎被以這個非法行醫這樣的一個目的 非法從事以生殖目的 這個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和這個生殖醫療活動 因為他沒有這個這個行醫指導 他是個科學家 而你要經編輯要這個不光是編輯 因為他把它編輯在一個胎兒身上 那麼最後把這個孩子給這個給生出來 那當然他不是一個人這是肯定的 對吧那他是有個團隊有一幫人在做的 那這裡面涉及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你如何這個旅行呢 我們講執行同意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有沒有跟家長講清楚 包括這個有沒有經過倫理委員會討論 有沒有這個這個你是怎麼樣在醫院裡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麼後面曝光出來他很多的這個手續上都是沒有的 那麼這個接下來呢 這個而且他也沒有行醫執照 所以這個最後呢以這個非法行醫呢 給他判了這個三年 那麼這個事情 這個到此並沒有結束 我們可以說賀建奎的這個事情可以到此畫一個句號 但是基因編輯的事情並沒有結束 那麼賀建奎的事情到此畫了一個句號 我們已經給他審判了 那麼接下來看刑了 其實這樣我們大家如果稍微留心一下的話就會發現 那麼他實際上最主要的這個罪名呢 是因為他非法行醫 而並不是因為他這個違背了這樣的一個倫理這個註定 當然他也涉及到這個 以這個人類胚胎基因編輯 在這個生殖系上從事這樣的醫療活動 但這個呢 因為目前只是我們有一個關於這個 這樣的一個倫理的法規 還沒有一個嚴格的這個法律 那麼所以這個按照倫理他是不能夠這個 對他進行從形式上定罪的 那麼只能這個譴責 那麼當然未來這一方面 我們可能還會有一些更加細的法律 但是從這個倫理學的角度 我們要追問的 我們作為一個哲學學院 為了大家如何說對哲學感性需要從事的 我們要問的 那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違背了倫理 違背了什麼倫理 這是我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對吧 那麼我們剛才講的一些問題 包括新編輯的這個知情同意的問題 對吧 那這也是一個倫理問題 但是這個倫理問題呢 可能還是一個小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他不會構成全世界人民都這個突然之間義憤填膺 那麼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大家這個指責他的 是因為這個你這樣做很可能會對人類本身 他的未來的這個整個人類的基因組本身 帶來危害 那麼有人可能認為這個 當時這個媒體上經常用的一個一個詞 叫污染了人類的基因詞 就像這個人類我們本身有一個比較純的這樣一個學徒 結果被你一編輯了以後呢 那麼這裡面這個學徒就不純正了 而這個基因組就不是很純潔了 那麼他這個還僅僅是敲除 那麼我們知道還有的科學家現在還 這個想辦法把別的這個動物的 而其他的一些基因給植入 那這個問題就更大了 那麼他這樣一改變了以後呢 那麼像露乳和娜娜 因為他是在生殖細胞上編輯的 那麼他們如果結婚以後生出來的 孩子就會天然的就缺這個CCR的這樣的基因 那麼我們先不考慮對這兩個孩子本身的 那麼從人類的這個角度來考 這樣的話那麼人們就要問了 那麼這樣會不會慢慢的 隨著這個孩子的這樣的慢慢的這個 傳代傳下去的話 因為在生殖細胞裡面 他會通過這樣一代代的這個遺傳 把它給傳到這個下面一代 那麼會不會就對我們整個人類基因組帶來的危害呢 這是人們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麼當然這個從露乳和娜娜這個本身來講 那麼人們可能會關心你這樣帶來的一個問題 會不會就比方說這個基因組敲掉了 但是並不知道他會對娜娜會不會有其他的風險 因為這個人類這個搞這個基因編輯 還在這個人身上還沒有試過 那麼你這樣突然之間在這個人身上就馬上就試了 那麼這個也太快了 太快了以後就會帶來一個問題 就你根本不知道他有負責 那你怎麼對這兩個孩子負責呢 等等這方面的一些問題 那麼我們整體上更關心的是一些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回頭等會我們還要再討論 就是這樣的一種對基因的編輯 我們不是講一個具體的人 我們可能會把它抽象到一個更高的一個層面 會認為你這樣做本身會不會 從倫理上來講 有些哲學家認為他對這個人的人性 就人的自然屬性 人的Nature 在Human Nature本身進行了一個干預 那麼這樣的一個干預 永不永續 我們先考慮這個 當然這個風險和利益 這也是倫理學的一個問題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說因為科學家可能會說 現在可能有風險 對吧 那麼再過幾年 隨著技術慢慢成熟了以後 那是不是就沒有風險 風險越來越小了 那麼越來越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呢 那麼這裡面就涉及到一些 非常根本的原則問題 就有沒有這個Human Nature這個東西 你這樣干預會不會破壞了他的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人性的一些問題 等等等會我們再討論 那麼我想舉的這樣的一個例子 就說明這個一個技術本身 我們看上去它也確實是有新的創新 確實是從字面意義上講創新 但是這個創新是不是就是好的呢 至少它是有爭議的 至少會見對這件事情已經定性了 它肯定不是好的 對吧 還有很多的違背了這個法律和倫理的 規範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就引起人們很大的一個沉思 這樣的一種技術本身的這種進步 給人類帶來的 它究竟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就是所有的這樣的一個創新 它都是值得淡許的 或者說都是進步 進步是不是叫做只具有一個就是這個方展的意思 而我們技術是發展的 但它還有沒有規範的意思 規範的意思就是說進步我們本身 它是一個好的意思 技術本身好的這個進步 我們說好好學習天天像事物 這個事物我們通常是 這個好的這個叫 哲學家講的叫規範性的評價 是從這個意義上 它不是一種描述性的 不是說你變了新了 不是新的就是好的 新的也可能壞的東西 那麼這個好的東西 它一定是符合我們人類的利益的 符合我們的這個價值的 這個叫只去的 而就我們追求的價值 它跟我們的追求是一致的 而人類才能夠戰勝它 而這個承認它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 一個科技倫理 或者是我們講技術倫理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這個事情現在 這個基因編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麼就上個週五的時候 美國科學院還在邀請我參加一個會 就是這個做基因編輯的那個發明人之一 叫張峰 他最近有一些新的 然後我們有個小的地盟會議 這個討論美國科學院 然後就討論這個基因編輯的這個事 這是我舉的一個例子 那麼我們從哲學 哲學對這個基因編輯怎麼看呢 或者倫理學怎麼看呢 我等會再說 那麼還有這個就是AI 大家都現在很熱 我剛剛講的這個我前兩天 剛剛參加了世界人工智能論壇 最近這AI的會也特別多 25號呢才有一個就是這個人工智能學會 要搞一個全球人工智能論壇 25號這個我是好像是晚上有一個報告 他也有一個叫這個跨文化的這個 我這個報告就跨文化的人工智能等治理的問題 也有一個報告 那麼現在我們想AI 大家都覺得這個AI本身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它確實給我們生活帶來了一個方便 你想我們今天能夠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下 能夠跟大家能夠坐在一起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真的要感激這個 感謝這個科學技術本身給我們帶來了這樣的一種方便 特別是這個疫情期間 很多同學可能都經歷了在家裡讀書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如果沒有這個高度的這個互聯網 沒有這麼多你像這個騰訊會議啊 zoom啊等等各種各樣的這樣的一些軟件 我們今天就不可能這個這樣做 那麼那麼不光是這樣了 那我們這個AI它也會匯集 像一些農村偏遠地區 假如那邊他們有網了 我經常在那個電視裡看到有一些山區的那些孩子們 他們那邊啊 因為聚的人與人之間差距很遠 住得很離得很遠 然後他們要這個翻過一個山 或者是過一條江 然後才能上學 因為這個不可能說一個地區有幾個孩子 接下來就有個小學啊 做不到啊 那麼這個大家做得很分散啊 所以有的孩子我看他們爬山 或者就是那個做那個就是掉了那個鎖 那個鎖橋那樣的啊 這個人這樣 拉著那個像那個鎖链 划鎖链這樣過去 這樣非常非常的艱苦 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們城裡的孩子可能都沒辦法想像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我們這個未來 這個遠程教育都很成功的話 那就能讓那些孩子在家裡也能夠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那這個是對我們多大的一個好處啊 但是技術發展它不光是這些 它還有其他的方面 這個2019年就有幾件事情 我這裡揭取了這個幾個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關於這個 浙江的一個動物園的這個事情 而動物園本來這個年卡是用的這個 這個只能可以進去的 拿著年卡就進去了 那麼後面呢當然也有些人覺得不方便 就是覺得這個 你那個這個用卡 再用警門 特別是人多的這個時候呢 他入園就很不方便 那麼我們都看到現在這個 火車站都是這個掃臉 我們這個疫情期間 你願意不願意都得這個把口罩拉下來 我發現有的時候口罩好像不拉也能行 而就是坐火車的話你就這個掃臉這個進去了 那麼結果這個浙江有個教授就不願意了 他覺得這個侵犯了他的隱私 你把我的這個人臉識別的這個生物的信號給留下來了 所以這個事情搞得很大 到現在為止好像也沒有完了 沒有結束 那麼還有這個是一個小學生 小學生帶了一個頭孤 大家看了這個像這個 孫悟空被這個念經咕咒一樣 他不是這個念經咕咒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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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孤呢 是他想幹什麼用的呢 這個頭孤呢是用來見度這個孩子本身上課 你是不是用心聽了 用心聽了 有些家長確實還是這個老師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說這個這個你看著那個小孩看上去 是一本正經的不想做在那裡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用心聽了呢 他腦子在想什麼 那麼就有人設計出這麼一個這個頭孤來 那麼就是想上課的時候來見度 我不知道你們同學有沒有體驗過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你們也可以考慮一下 假如讓你帶一個頭孤 這個接下來以後這個是不是你願意 我看這一旁邊我就截了一個圖在網上截了一個東西 那麼這個有的同學這個就是上面 這個把那個表情也給弄出來了 這個不是非常清楚這個上面 實際上這也伸到人臉 那麼接下來就是看他的表情是驚喜啊高興啊 還是忠心啊傷心啊害怕厭惡啊等等 還有一個叫課堂契合度 來根據他的表情根據他上課 來瞭解他是不是上課 契合度他這個情況就是契合度比較低 這個還有等等這樣一個見識 那這下章一個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那個換臉 換臉 那麼這個我也曾經在我那個朋友圈同學的裡面也看到 就是大家這個玩的還挺開心的 然後說這個一下子把自己的照片輸上去以後 接下來呢就可以換上你穿上軍裝啊 你穿上各種各樣的這個不同的這個 少數民族的這個服裝啊 然後看哎突然之間你年輕了 這個有很多同學玩的很開心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換臉書 那這個換臉書後面也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一個爭議 那麼這些問題呢它都涉及到就是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家關心的是什麼呢 是我的這樣的一些生物學的數據 會不會被盜用 會不會把我的這樣的一些隱私性的東西用到別的地方去 給我個人帶來一些危險 然後接下來就有一些這樣的跟蹤系統 而像這樣的一些問題它都是涉及到現在我們講這個AI的時候 講人工智能倫理的的一些討論的一些問題 但是AI還不止這些問題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這個知情同意的一個問題 它僅僅是一個比較這個屬於叫小問題啊 我們我有一個朋友叫這個米慶 這個美國的哲學家 他最近呢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呢就對我們這個現在這個技術哲學這塊的這個狀況 整個世界的一個狀況呢進行了一些評論 包括對中國啊 他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技術哲學的研究 關心的太多的小問題 而沒有關心大問題 什麼是大問題呢 我看到現在給大家看到的這個霍金 講的這個就是大問題 他這個這個霍金認為這個機器人的這個進化的速度 可能會比人類更快 這是他生前接收的最後的一次採訪 那麼他說這個人工智能 如果這樣的一組計畫呢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他們的目標是否還與人類相同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好像不是一個問題 機器人我給它斷電了就不行了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倫理學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這個就是知道我還要不要發展能工智能 我們這個能工智能 假如要發展怎麼發展 能力智能的進化我們人類他又不要干預 我們應該不應該 這就涉及到一些大問題了 這個就關係到人類的命運了 而這不是關係到你我一個人的問題 整個人類是不是還有可能再存在下去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很早 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 就是SAN這個微公司的一個聯合的創始人 和首席科學家叫比爾捷爾 他當時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為什麼未來不需要我們 他提出來就是認為 像納米技術生物技術 人工智能等等這些東西 在發展下去了以後 這個世界不需要人 我們整個就會被淘汰了 這篇文章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國內 研究這些問題相對來講 還比較滯後一點 所以他這個文章發了以後 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轟動 這篇文章被於愛因斯坦那一封 著名的反對曼哈頓計劃的信 相機並問 後來這個人也就把他的公司給鐵線了 他也辭職了 當然他的自己的辭職 他並沒有影響到這個整個網絡技術 和這個計算機技術的這個發展 這是一個方面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自己他看到的這個問題 那麼像這樣的一些問題 關乎到人類未來的問題 關乎到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就是 不光是這個技術的一個問題 而更多的是涉及到我們整個生存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倫理學 所要追問的這些問題 那麼我先舉這幾個例子 就簡單的跟大家這個講講 這個給大家稍微有一個概觀 那麼下面呢 我會這個給大家呢 討論這個比較具體的技術跟倫理的 這樣的一些關係的一些問題 你們有問題的話 你們也可以問我 那麼技術跟倫理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技術跟倫理 我想這個首先談到技術和倫理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自己畫了這樣的一個圖 我認為這個技術跟倫理是人類文明的兩義 它都是為了追求美好生活 而首先呢這個美好生活的第一步 其實是安全 有一個這個美國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哲學家 叫杜威 他說人生活在危險世界當中 便不得不尋求安全 早期是這樣的 而現在也是這樣 那麼早期呢 在多一看來呢 人類本身啊 這個技術的這個起源 早期的時候 它是一種巫術 它不是技術啊 或者說那個時候 人類還沒有一個比較 這個技術的時候 這個在這個原始的這個時代呢 那麼人們那一些 你看到有一些 通過一些巫術的時候 他也是實際上這個 想起到這樣的一個作用 而至少他可以起到一個 安慰人的這樣的一個一個作用 給人帶來一種安慰的感覺 安全的一種感覺 那麼這個是人們 在沒有很多的能力 來抵禦自然界威脅的這個時候 人們就開始這樣的一個工作 但其實我們的技術啊 技術我講的是不是科學 是技術 它其實跟人類本身一樣的 一樣的古老 也可以說有了人類就有了技術 而技術本身是伴隨著人類 這個成長進化 那麼這個技術也是在不斷的進化 在人類進化的過程 它本身也不斷的進化 那個人類用的技術 首先是改造人的外部世界 而我們周邊的世界 使得我們能夠獲得一個 安身立命的一個家園 但是我們知道自從有了技術的這個 同時我們也就涉及到有一些規範 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這個在這個李澤厚先生 包括成來 他們都寫了很多書 在談論 這個 成來現在是清華大學的一個教授 做中國哲學 這個李澤厚先生 已經就是比較年齡比較大 是我們這一代的時候的那個老師了 我估計李澤厚現在也八十多歲了 那麼他認為 就剛剛這個杜薇講到那個巫術的事情 李澤厚認為這個在中國古代的時候 這個巫術最早也是的 那麼他主要後面在這個中國呢 他把這個從巫術慢慢的就演化成 這個叫李 就我們講的這個李 這個這個李呢 後面就是我們最早的一些規範 那個時候還沒有區分這麼多的 什麼是倫理 我們叫倫理跟我們中國的這個李 實際上是有密切的這個聯繫的 他也是告訴人 什麼要做 什麼不要做對吧 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我們知道倫理 我回頭再講 這個倫理這個含有多重的 那麼 那麼他這個最早的時候也是這樣 那麼 一個技術是對到外面 而是周邊的 就是人以外的這個 這個世界 我們如何來進行 那麼這個倫理呢 是針對人 針對我們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品德 針對我們應該如何行為 針對我們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相處 所以我把它這個蓋過成 它是針對人的內部世界的一個改造 但是無論是針對外部世界還是針對內部世界 它都是為了人的一個美好生活 都是為了一個美好生活 這個技術這個詞 這個在這個考證下來 這是這個 我的一個老師 就霍比希 他這個 有了一個考證 這個得理裡邊這個技術叫technic 我們現在講 叫technology 或者technic 那麼它的這個詞在希臘文裡面最早 我們現在叫technic把它翻成呢 叫記憶 它這裡面既有技術 也有藝術的這個意思 這個詞的最早的意思 是編織的意思 在德語裡面叫 那麼這個 佩希臘這個編織的這個意思 這個 今天你看我們technic 對吧 technology 這有個tech這個詞 那麼這個詞的詞根呢 也是我們現在 我們講紡織技術 紡織 對吧 texia 對吧 它的一個詞根 跟這個也是有關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編織的意思 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技術最早呢 這個根據這個 他們的這個考證 認為這個最早的這個技術 應該跟造房子相關 造房子本身就是一種編織 我們看的 這上面一張圖 把這個最早的這個 像我們中國這個裡面更好 茅屋 對吧 那麼有一些是 不光是用這個 竹子啊 用木頭啊 用這個這樣來編織 那麼還用石頭啊 後面我們的土的那個 這個建筑 用石頭啊 用磚啊 用這樣後面的磚 那個很厚 就是利用自然界的這樣的一個 現成的一些物質 然後呢 給人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麼這個房本身的這個意思 house這個詞 本身的意思 也就是這個保護的意思 house這個在西方裡面 就跟我們講的 中國人講的那個安全的安 安這個上面就是一個房子 然後這個這個女人在家的一個意思 對吧 就是安全的一個意思 house本身也是一個保護的一個意思 那麼最早的一個技術 就是跟這些 跟人的編居相關的這樣的一些技術 造房技術啊 這個人要這個編織 編織可能更早 對吧 人要這個 這個抵禦自然的這樣的一種氣候啊 這個人在進化後 其實這樣就已經開始應該有了這個 這樣的一種編織的這樣的一種技術 那麼但是這個技術不光是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叫現實的一些技術 或者我們講物質技術也可以 它還包含這個更廣義的一個技術 更廣義的技術包括我們講的這個藝術 包括詩歌 我們經常有的時候會說作家是馬字對吧 馬字是什麼意思呢 那把字拼湊起來啊 詩歌也是這樣啊 詩歌它是一個文字的一個藝術啊 詩歌也是這樣一個文字 因為我們詩歌的這個藝術非常非常早 在人類早期啊 無論是西方或這個東方都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個技術 那麼還有一個技術呢 是社會技術啊 社會技術過去我們很少認識到這一點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這個人類自從有了這樣的一個 就是定居開始了以後啊 不光是農業啊 在這更早之前 實際上我們在這個 整個人類的早期其實就有了分工 比方說男跟女之就是一種分工 而他根據性別來分工 那麼整個這個社會如果說人多了以後呢 他也要分工 誰幹什麼誰不幹什麼 那麼後面到了這個這個十九世紀以後 慢慢的就是這個社會技術把它就變成了一個 比方說跟這個人類資源的分配啊 調配啊 怎麼樣使得企業更有效率啊 這個跟管理就相關 當然這個社會技術不僅僅是這些 也就是說其實技術這個概念啊實際上它的這個面很廣的 很廣的 但我今天當然討論的主要的還不是後面兩種技術 我們主要討論的是這個我們講的這種物質技術 也就是利用自然物來滿足人們需要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我經常會說技術跟倫理啊它的初心都是善都是好的 這個這個亞斯多德在這個尼格馬克魯一曲當中啊 第一句話他就說每種技術啊每種研究每種技術啊都是以某種善為目的 都以某種善為目的 當然他這個善本身啊跟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道德含義上的善 他不完全一樣啊還是有區別的但是他也這個因為在他那裡這兩個是還是一致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這個德國的有一個叫社會學家啊叫阿羅 叫Gelland Gelland他說呢他有一個很著名的這個觀點那這個觀點其實最早不是他提出來的 其實是這個紅寶提出來的我們知道這個有個德國的語言學家 那他們兄弟倆一個叫Alexander紅寶一個叫William紅寶 那麼這個William紅寶呢是個語言學家外交家等等各個各樣的家啊 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而他最早提出來就是人是一個有缺陷的動物 但他在這個方面沒有理解沒有把它研究的更多 他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明這個語言本身的這個產生的 而Gelland他用這個東西用到了這個技術哲學的角度 他認為這個技術本身就是彌補了人的缺陷 你看我們看這個最早的這個技術啊這個是用來就是幫助人增強人的體力 所以他用了三個詞叫代替技術強化技術和省力技術 而代替技術他有我們有很多的技術是直接取代了人的 而取代了人的器官啊 這個你比如說輪子他就可以代替人來行走對吧 那我們光是走路肯定不行 但是自從有了輪子以後的話 那麼這個輪子的以後後來我們這也是比較少 就有了這個輪子了 那麼後面 其實都是人到心裡 今天其實這個器 這個替代的話整個就替代人的器官啊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這個器官這個詞和工具這個詞 在希臘文裡面是一個詞叫Organ 對吧我們的手也叫Organ 是我們的一個器官 但是這個器官本身就是指的工具 什麼意思呢 其實從這個文字本身的產法上我們也能看到 在人類的早期 我們主要的工具就是靠人 靠什麼 你比方我們這個手啊 我現在把它伸出來能不能看到這個手 我們看到這個 還有一個這個技術哲學家叫卡普 恩斯特卡普 那麼卡普就說這個技術是人的這個 這個投影 他不是用的這個延伸 他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器官的這個延伸 他說這個他用的這個reflex這個詞 那麼他這個投影 你比方說這個狼頭你看我這個手捂起來 這樣槌是不是就有點像狼頭 他說這個狼頭就是模仿人的這樣的一個手臂 我們的牙齒那個欠子就是模仿我們的這個牙齒 鐵路是模仿我們的這個血管 這個血管 血管 等等就是這樣的一些就是很多的技術實際上 它都是按照根據人 我們人某一方便要來 我們牙齒咬不動的時候 人們發明了這樣的一個句子 我們狼頭不夠了 手不夠了 這個全都不勤了 然後我們發明了這個槌子 像這樣的一些技術本身 他實際上都是為了幫助人的 是為了延長人的 他說他跟有什麼不好的 你人你要這個對抗自然 要在自然界生存 你必須要靠這個身體跟自然進行一個 互動 要獲得自己的生存的一些必需品 對吧 那麼這個時候你需要技術 那你這個身體不行了 所以這個技術 所以這個有一種觀點 認為技術是為什麼會發明的呢 技術是叫技術需求論 技術需求論就是 技術本身是人類需求的一個產物 在人類的日常的這個生活當中 我們發現了我們缺神 然後接下來 慢慢的就有了什麼 這個當然就是早期的技術 我們今天其實 這個很多的技術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抽象 你很難想像出 它是這個能夠滿足什麼樣的需求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需求本身也是可以被 創造出來的 這個就是 這是 就是這個 後面的有一些哲學家 就 對這個需求本身進行這個 理論進行批判了 就會提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觀點 那麼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 那麼 我說這個是技術的初心 那你不能說它是不好的吧 對吧 它肯定是好的 那也是你的這個初心 那它也是這樣的 而今天我們講到倫理的時候 尤其是我經常給科學家去講 那麼科學家他們可能覺得 這個你一講倫理 就是這個要 不要讓這個技術的發展 這個科學技術發展 這個本身是不可阻擋的 你想阻擋也阻擋不了 我這個很有意思的是 我去年參加這個人工智能 這個治理的一個會 對吧 在上海 上海的一個人工智能的 有專家委託會裡面 那麼我們也有院士 那麼他這個 他自己還是治理的委員 那麼他就覺得這個人工智能 講這個倫理 或者講治理 不能講太早 先得讓技術發展一段時間 這個這句話 這個現在大家都喜歡說 讓子彈飛一會兒 這是很流行的 讓技術發展一會兒 你現在是又發展 你接下來就控制它 你現在就阻礙了技術發展 所以他腦子裡 為什麼會這樣有這樣的概念呢 他認為這個倫理本身 就是一種禁止的一個東西 禁止的 因為這個 它不是倫理應該的 而是說 那麼其實這個 就是對倫理的一種理解 那麼其實在這個早期 我剛剛講的這個倫理 它本身也和我們的 這個早期的一些禁忌相關 禁忌相關 人們發現了 如果我們做的不當的東西以後 接下來會給自己 或者是人們想像出來 人們害怕 會給帶來一些很大的災難 所以這個時候 人們就提出來 就是說 人不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尤其是在一些神話當中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禁忌 那麼倫理 這個確實是跟這個有關的 但是倫理它不光是講禁止 對吧 它也講應該 你應該做什麼 也不應該做什麼 這是兩個方面 那麼就是我們 我們以後我們先要在家裡講 這個孩子要 就是 不能收保 這個父母都交給你的 這個倫理不是學的 而知其一些我們 這個倫理這個詞在古希臘的時候 它就是跟邪主相關 跟你的這個習慣相關 跟你這個家裡的這種這樣的相關 那麼但是 這個我後面才會講 這個人與人之間 這個每個人他可能都有自己的 家裡都有一套的這個教育 有小美德 但這個當然也不完全是個體的 他也在一個文化當中 也是相對這個文化大家公認的 這樣的一些東西 但是在古希臘的時候 在亞利斯多德那裡那個時候 我們說古希臘亞利斯多德 是最早寫的這個關於倫理學的 比較細部的這樣的 這本著作 我們從此也寫了很多 也寫了很多東西 也是涉及到這個倫理的理論 但是它不是你這樣的一個名字 而且我們這個 涉及的這個面可能會很廣 那麼亞利斯多德呢 有一本書 他是給他兒子寫的 叫尼格馬克 所以這本書叫尼格馬克倫理學 有人說這是給他這個去寫的 這個只是一種說法了 不一定就完全是 那麼他在這裡邊就告訴這個孩子 就說你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那麼他就要論證 那麼這裡邊就講到了 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德 或者具備什麼樣的美德 那具備美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們為了獲得美好生活 為了美好生活 你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德 就像我一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成功了 你具有哪些數字 考上大學 你要做哪些數字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 在那個時候 他的那個美德 他也是和卓約連在一起的 這個美德 不完全是一個 他有道德的意思 但還不僅僅是從道德 他還說你做這個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最好 那做得更好了以後 你就能獲得信心 所以他這個跟這個 這個你的這個 做得最卓約 最這個成功 是連在一起 這個倫不倫理 那麼對於個人來講是這樣 那麼在這個城邦的裡邊 那麼人與人之間 應該如何相處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還涉及到這個城邦的制度 應該怎麼樣安排 那麼怎麼樣才能使得大多數人 都獲得一個美好生活 那麼這就涉及到這個一個制度 那麼這個亞里斯多德當時就提到這個公正 這個概念 所以當代有一個大的一個文理學家 70年代的時候寫了一個圖叫正義論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個 這個正義是一個制度的這個首要選項 對吧 正義這個是跟這個制度是這個相關的 但是這個正義呢 他不公式跟制度相關 正義公正 他也涉及到美德 他也涉及到美德 在亞里斯多德那裡的時候 他講了有四個核心的美德 這個我們講的德務裡面最重要的這個東西 這裡面他提到了 這個有一些美德是和特定的職業相關的 而有一些美德呢是和所有的人都相關的 也和這個社會相關的 那麼這個就是公正 那公正每個人也得公正 你人對人的評價等等 這也是人的公正 那能不能講這麼多 其實我不能講得這麼慢 實際上就是想說明的是什麼呢 技術跟倫理他的這個目標都是一致的 都是為了美好生活 都是為了這個獲得一種安全 這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是我剛剛前面講到的Garrett 這個我就不去仔細再講 這個人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 他有一本書呢 你們感興趣也可以看 就是已經翻譯成中文 叫技術時代的人類心靈 他挺有意思 他在這裡這裡邊話有的 我稍微念一下 就是人作為一個有缺陷的生物 他不能像動物那樣依靠先天的 特定的器官和本能適應環境的間隙 為了彌補自身的缺陷 獲得安全與本地 他必須塑造適應能力 正是這種人先天的脆弱性 和本能貧乏的特征 使得安全需求成為人首要解決的問題 並且正是這種安全需求 導致了技術的產生和道德的起源 那麼這句話是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人本身跟動物相比 他沒有一個就是他沒有特定的器官 來幫助人找到方向 也沒有辦法像動物那樣 他完全靠自己的身上來抵禦 這比方說嚴寒 或者是他靠他的身體的這樣的一種 比方這種嗅覺啊 視力啊等等啊 來這個隱蔽自己啊或者逃脫啊 人是很脆弱的啊 比很多動物都很脆弱 比那些這些這個像老虎啊豹子啊 都跑得沒他們那麼快 也沒有那些其他的那些動物 像狗啊他的嗅覺那麼靈敏 那麼這個時候但是人有智慧啊 人跟他們不一樣做一個類來講 他通過這個智慧他這個發明了技術 然後同時他又通過這個智慧他發明了 就是條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這樣的一些道德 和這個一些這個規範啊 這個該論把它稱之為叫institution 是指的制度 那我們後面 隨著人類的發展這個制度後面 我們就有強制度有弱制度 而強制度是指的那些法律的 而你不這麼做法律就把你給抓起來 那就給你判刑 這是強制度 他是靠一些這個國家的一些這個暴力工具來實行的 而弱制度只能是靠這樣的一些道德的譴責 靠一些輿論 甚至讓你自己良心上給你一個這個感到很不安 等等這樣的方面來起作用 這是我們就是剛剛講到這個 所以企圖跟這個人的制度 技術跟這個道德本身啊 他不是矛盾的東西 他是一致的東西 他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人 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確 我反复強調這一點 不能夠把技術和倫理把它對立起來 我想講的這是共同的起源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女哲學家 叫哈娜阿魯特 她說這個技術 這個當然她後面還有別的說法啊 她技術給人一種安全感 她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 她說什麼意思呢 她說這個人造物的世界 賦予人類一種堅實的穩固性和安全感 使人這個變化無常難逃易子的生物 在地球上有了一塊西西之地 使人擁有了一個穩定的家園 我們想想看是這樣的 我們人類是一代一代的這樣的在不斷的這個 不斷的這個替代 對吧 這個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樣的生老病死的這樣的過程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人造物的這個時間 要比我們人長的很多 我們現在考古能夠看到這個非常這個早的 這個幾千年 甚至這個更早的人類文明最原始的那樣的一些東西 像青石器 青石器時代的一些東西 我們今天都能看到 那麼這些東西 就說明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說明那個時代的文明已經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那麼這個東西 人類當時造這個東西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 就是在這個阿倫特看來 這個技術給人一種安全的一個感覺 這個就是說人本身自己雖然是可能會要死的 但是有了這個人造物以後呢 他一面這個人造物 把我們從這個自然的這樣的一個災難當中把它隔開來 就保護了我們使得我們像有個家園 就像我們有個房子 然後我們就有個安全的一個西西的這個地方 那麼他從一個更廣義的一個角度來講 他奉裕了我們一個世界 一個人造物的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當中呢 我們覺得我們就能夠體育這樣的一種 這個自然來自自然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衝擊 所以他這個人就是能夠感到安全 不會感到這個世界一直有一種不確定性 人造物它是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確定性 大家記得這個詞 我等會會講現代技術 他其實做的給我們帶來的不是確定性 恰恰相反它是不確定性 而早期我們做這個人造物的這個初衷 是為了有一個確定的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能幫助我們獲得一個安全的一個感覺 這個那麼這個剛剛就是我們講技術本身 在早期是幹什麼 那麼我們很講這個倫理 我們講技術倫理學 他是講技術講倫理 或者是用倫理的這樣的一種概念 方法思維的這樣的一種推理 這樣的一種 一種 就是路徑去來研究我們的這個技術 對技術進行一個批判性的審視 那麼我們這個倫理這個詞 經常有人問我這倫理就是道德 倫理就是道德 對倫理和道德是什麼區別 在中文裡面這個倫理跟道德實際上是有區別的 在我們漢語的語境當中 尤其是你如果再把它區別的細一點 你還會把這個道跟德還是不一樣的 對吧 那麼這個道德跟倫理肯定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這個道德是指的個人的 這個倫理是指的這個社群的 是指的人與人之間的倫 跟人倫相關等等 那麼我現在這個按照這個西方的這個傳統來討論這個詞 因為如果說在中國語境下討論這個詞 那就會涉及到更多的這個中國的這樣的一個倫理學的一個理解 那麼我們現在呢就是說這個對這個概念呢 這個從這個我們這個倫理學的這個發展的這個西方倫理學的這個角度來講呢 他的這個倫理這個詞在這個圓圖上是指的習慣 哪些習俗那每個人有各種不同的這個德性 這個德性我剛剛講的就跟這個人的品德品質有關 那麼哪些是屬於美德呢 那麼真正能稱之上美德的就是能夠使人變得更卓越 使人能夠獲得幸福的那些品德 那麼那個就是人就是要開始問 要追問然後接下來要論證呢 倫理學是一個關於這個倫理的系統這樣的一種反思 所以這個倫理呢如果說這樣講 它是一種這個這個慢慢積淀下來 在文化當中積淀下來的一些習慣習俗 假如從這樣的一個意義上來講 那麽它實際上沒有一個很統一的 在很多的這個這個民族當中 它有會有不同的東西 那麽接下來以後倫理學家就會希望呢 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統一的東西 能夠找到一個就像一個標準一樣 或者找到一個題目 那麽接下來呢我來看就是我只能來衡量 這些東西是屬於這個能夠得到辯護 能夠得到辯護的 那麽倫理學跟這個道德是什麽關係呢 其實在西方哲學當中呢 這個倫理學就是道德哲學 那麽倫理這個詞 這個詞呢是後面希塞羅 當時我們知道翻譯這個希臘的羅馬後面呢 就是這個我們知道把這個希臘的文化也給破壞了 那麽後面呢以後呢 他接下來把那些慢慢的就是把那些希臘的那些文化 包括亞利斯多德啊這個百拉圖啊這些東西呢 把他這個蒐集起來以後呢 接下來以後呢這個慢慢的翻譯完 那麽當時這個希塞羅最早的時候呢 這個這個有考證證明是希塞羅最早來翻譯這個倫理學這個詞 他指著他用的這個moral來代替ethics 就是希臘語的這個ethics或者我們講teginet的詞 而不是ethics或teginet 就是用這個 所以在這個這個裏邊呢 在拉丁文的他的這個moral這個詞呢 其實就是指的這個ethics 也就是說這個道德 我們今天把它翻譯成道德 我們把它翻成了兩個詞在漢語裏邊 一個把它翻成道德一個把它翻成這個語義 那麽這個在這個在拉丁文這裡面呢 他實際上這個model就是指的這個ethics 那麽接下來呢這個 那麽我們講的倫理學呢 就是關於道德的哲學 這最後是什麼樣的道德呢 道德這個詞 就是我們可以會講這個是道德 這是不道德的 這是我們一種評判 那麽我們講的這個有些道德的現象 那是屬於哪些是道德哪些不道德的 我們會根據我們自己內在的 我們有一種這道德觀或者我們一種倫理觀 我們用這樣的一些東西來審視它 他用這樣的一些審視它 那麽在歷史上呢 這個近代以來啊 他的這個倫理的理論 關於這個神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 他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的變化 他不完全是在古希臘追問 什麽樣的東西能帶來幸福生活 像這個康德討論的 他就不是為了這個幸福生活 他就是一個從純粹的一個意義上來講的 這從純粹的一個意義上來講 他尋找的是一個叫道德規律的這個東西 什麽東西是義務的東西 那麽這個後面就是不同的學派呢 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這樣的一個就是道德原則 那就相當於標準啊 就這樣的我們有不同的原則 那麽在義務論有義務論的原則 公立主義有公立主義的原則 那麽現當代呢 就是又有了一個叫美德倫理學的一個復興 那麽他們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一個原則 但這些像義務論公立主義呢 我們一般把它稱之為叫規範倫理學 規範倫理學就是說 他要尋找的一個規範原則一個尺度 他這個尺度呢 他是針對你的行為 而不是針對你的人 而就是說你不管你是誰 你好人壞人什麽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我用這個尺度來看你的這個行為 你這個行為能不能給大多數人 帶來最大多數的幸福 在公立主義那裏看來 那麽你這就是一個標準 如果能那你這個行為就是屬於道德的 或者就是倫理上能得到辯護的 那麽如果不是那你認為就是不道理 那麽美德論理學呢 他更多的他不是針對的教的一些這個行為 他這個是恢復了這個古希臘的這個傳統 他更多的是強調的人的品德 這個跟我們中國有點一樣 我們現在在中學 我估計大家可能學的也都是進行那個道德品德的教育 你應該具有什麽樣的美德 具有這樣的美德 那你才能夠就是獲得一種 才能夠你有了這樣的美德 當代的美德論理學 那麽你接下來呢 就能夠獲得一個正確的行為 當然這個我就不仔細講 因為這個裏面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各種各樣的選敗 這個當代美德論理學 那麽總而言之 就是倫理學跟這個或者道德哲學 它是什麽呢 它是追問的就是你的這個行為 或者你這樣的人應該具備什麽樣的品德 你的行為怎麽樣才能夠實現這樣的美好生活 或者說才能夠得到辯護 那麽這個接下來以後 我們當我們把這個技術作為對象的時候 我們可能一個是把技術本身 比如說技術我們就看怎麽理解 技術是一個技術人工物的時候 比方我們這個手機的時候 或者這個APP的時候 那麽我們就涉及到這個技術的人工物 但是這個技術本身它不是完全是一個一個死的東西 不是一個光是一個物的東西 而技術本身是一個人的創造活動 那麽這個技術活動本身 它變成了這麽一個設施的對象 它變成了一個設施的對象 這個我等會就會再講 這樣一個東西 那麽我們現在 所以我在前面這個部分呢 我主要是跟大家釐清一下這個概念 什麽是技術什麽是倫理 在起源來講 技術跟倫理它的這個目的是共同 那麽現在我要講另外一個題目 我現在怕就是我講的是太慢了 那麽我現在就講技術 為什麽不是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我現在這個前面都講了一些技術的一些東西 這個前面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看這個技術 這個是亞利斯多德的這個這個技術的 叫您說的 我們學哲學的人都知道 這個我這本是一個 有一本小書上的一個圖片 這是德國有一本書 他可以把這個 哲學家的一些這個思想 全部用圖示來表示 那麽這個這個亞利斯多德 這個非常有意思啊 這本書我覺得這個 因為在德國他連中小學生 他們都會去學一點哲學嘛 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那麽這個技術人工物呢 他這個我在這個亞利斯多德看來有四因 對吧 四因是哪四因呢 一個叫治療因 一個叫形式因 一個叫目的因 一個叫動力因 而治療因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來自於自然界的一些這個原材料 對吧 行式因 大家看到的是一張圖紙 那麼目的因呢 就是你要想幹什麽 這個目的因 剛剛跟圖紙都有點連在一起 對吧 然後這個動力因呢 就是靠人了 就人你最後要把這些東西通通的把它實現 這個東西對吧 那麼這些東西呢 它要在一起 才能夠把它合在一起 你比方說我們造了 這麼一個 一個像一個大廳啊 一個房子 對吧 一個一個房子 那麽這裏邊 我們在這個哲學上呢 我們最後又會把這 四因 歸納為兩個因 因為這個行式因 這個目的因和動力因 它都跟人的目的有關 對吧 這個行式因就是目的畫成圖了 目的這個是在腦子裏 這個就把它變成現實了 對吧 那麼實際上最後就變成兩因 一個是治療 一個是目的 也就是說一個技術 人工我 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 它這裏邊很重要的是 它是有目的的 而這個目的是哪 它是人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講 這個技術是中性 這是不對的 技術不等於是治療 我們看到這個手機啊 它不僅僅是一個治療 對吧 它不僅僅是一個屏幕啊 不僅僅是這個東西 它很重要的 它還包含了這樣的一些因素 這樣的一些因素 那只有目的的東西 它就不可能是 完全是中性的 目的是什麽 目的在凝聚了我們的價值之下 我想要什麽 我希望是什麽 對吧 這個東西稍微有點這個 這個深了 我這個 我舉一個例子 算了 這個我就跳過去了 我沒有時間 講這個東西了 或者我稍微講一下吧 既然講這個還是蠻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 這個 這個特別明白 這是一個祭祀的一個盤子 這是一個祭祀的一個盤子 但你也可以說吃飯的銀盤 你也可以說幹什麽樣的一個銀盤 關鍵是看你人怎麽去定義它 對吧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定義為 是一個祭祀的一個盤子 這個盤子 在海德格爾看來 它有這個 就剛剛前面講的那四因 就涉及到那四種東西 那麼這四種東西 它雖然你把這個盤子都給造出來 它是共同把這個 就是由這個原料 由這樣的一些圖紙等等完成了 然後這裡邊包含了這個製作者的目的 甚至製作者本身還不是這個目的 這個他只是一個完成人 對吧 那個你比方說我們經常造房子的人 不是那個設計的人 設計的人甚至也不是那個要設計的人 就說比如說我自己想造個房子 最後我去委託設計師 然後我委託工匠來造 這個目的是我的目的 但是我通過其他人來實現了 但是這個東西在海德格爾看來 這裡邊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一點 就他說這個目的本身啊 雖然是完成了 但是他的目的本身還沒有終止 沒有終止 就是這個東西它叫 隨著這一終結子物並沒有停止 而不如說此物由之而來 才開始成為它在製造之後 將變成的東西 這句話有點奧客 那麼我簡單講一講 既然講到這了 就是我前面剛剛講了 有很多人認為這個技術本身是中性的 你不是講技術跟什麼倫理倫理 技術又不是人 講什麼倫理呢 人是有目的的 技術本身就是一個東西 誰拿了它幹什麼用 就幹什麼用 對吧 這個好人拿了這個刀 就是去切菜的 壞人拿了這個刀 很可能就會去砍人殺人 但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東西呢 就是哲學家做了一個這麼一個解构 每一個技術裡面 它都包含了目的的這個因素 這我們剛剛看的很清楚 對吧 而且這個目的呢 如果說你僅僅是工具的話 那個目的可能會到此為止 但是實際上還得表示 這個目的還沒有結束 而這個沒有結束什麼意思呢 是指的是 當這個東西一開 一旦形成了以後 它開始作用了 就像那個盤子 盤子被生產出來 它僅僅是開始 但是這個盤子是祭祀 這個祭祀不僅僅是一個行 不僅僅是一個盤子 而是代表了一套的禮節 代表了人的一個行為 也就是說 或者我換句話再說的那個 比較廣義的講 就是這樣的一個盤子 它可以規範你的行動 它對於就是有一個作用 就有一個作用 這個能理解就理解 不能理解就不理解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想講到這裡 就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它變成什麼東西 就變成對你人生 這樣發生作用的東西 我們現在想強調的技術 原理就是這樣 任何一個技術 比方人工智能 它一旦形成了以後 它都會對你的生活 對你整個的人 甚至你的人格發生影響 比方就說這個手機的這個微信 我們沒有微信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 我們現在有了微信 可能你睡覺之前 最後看了一眼 就是那個微信 就是那個朋友圈 它整個改變了你 我們過去人與人之間的 這個見面是通過這個手寫的 我不是說不盡情評價 但是我只是想說 這個技術它改變了你 它歸半了你的行為 它對你人發生了作用 這個我都不講 所以這是我們傳統的 一個技術的三段論 技術講的叫實踐三段論 實踐三段論就講了 這個主體有一個目的 然後這個目的怎麼呢 通過一個工具 然後實現 然後我們總是把技術 看成是一個工具 在這個階段 然後實現我們的目的 而沒有看著這個每一個工具 本身它都是一個目的 而這個目的可能又成為 下一個工具 並且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的目的和 一和目的二 我們主體實現這個工具和目的 然後在這個我們的設想的工具 和我們的真正的使用工具 以及我們內在的目的 以及我們內在的目的 和最後實現的這個外在的目的之間 是有距離的 是有距離的 這句話這樣講得太主張 那麼我就想用一個吃藥的例子 我們吃藥 我們頭痛 我們接下來吃阿斯匹林 對吧 然後這個阿斯匹林就是這個工具 然後治的病就是治你的頭痛 對吧 那麼我就是這個主體 那麼我吃了這個藥以後呢 接下來呢它可能頭痛沒有了 但也可能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個就是你的目的一和目的之二之間 就有一個所謂的叫可能性的空間 就是一個surprise 就這個東西很可能是負面的 它很可能有一天有一個藥 會把你給吃死了 也有可能的 對吧 就是看你這個人本身 他對什麼敏感 類似的啊 我這個舉例例子不一定非常恰當 但是就想幫助大家理解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時候 我們想用這個工具 想實現這個目的 其實這個工具 不是我們想像的工具 這個目的也不是我們想像的目的 到後來 而且呢我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阿倫特說這個技術本身它有這個 幫助人穩定的 幫助我們穩定我們的內心 對吧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安全感 然後但是技術是如何獲得這種 安全感呢 阿倫特同時又說 技術它幫助我們人 攝取的那個主體性地位 讓我們感到 我們主體對科技 我們和自然界對抗 我們取得一個勝利 但是這個過程本身是一種暴力的過程 什麼叫暴力的過程 我們在征服自然 而這個暴力的過程是通過我們 破壞了自然 我們這是一種征服的一個活動 征服的一種活動 人體會到的力量 但是我們沒有體會到自然本身的痛苦 這個回頭我們再說 這個我就不講了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一次想講的技術 為什麼會成為倫理的對象呢 是因為這個技術本身 它其實它本身包含了目的 那但是這個目的呢 又不可能是完全是那個純的那個目的 最後隨著這個技術本身 離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 它的這個目的一和目的二之間的空間 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就是 在這個奧克海姆和阿道諾講的 技術的異化 隨著人的權力的增長 隨著我們技術本身的複雜 然後我們技術變得越來越異化 那麼這個一個最準的一個例子 就是講這個原子彈的這個例子 原子彈大家我們都知道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這個勝利 起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一個作用 而當時最早的時候 Einstein他們是非常希望這個 要造這個原子彈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希特勒在造原子彈 如果我們不造的話 那希特勒造出來那就很麻煩 所以趕快造了原子彈 但是這個奧克海姆本身是原子彈之父 當這個原子彈真的變為現實 並且在這個投遞成功的時候 奧克海姆說我已經變成了死神 變成了世界的毀滅 這個不是這個Einstein 不是這個Einstein 這個我寫錯了 這個是奧克海姆的話 Einstein是這個話 Einstein說 在後面跟希特勒等人千方百計 想阻止這個當時是杜魯門 來把這個原子彈給投遞出去 那麼他沒有來得及 沒有來得及 他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 科學家和工程師 擔負著特別沉重的道義責任 因為發展大規模破壞性的戰爭手段 有賴於他們的工作和活動 最後一句話 雖然我們贏得了戰爭 但是沒有贏得和平 這句話非常值得人深思 我們說原子彈的目的不是為了別的 是為了和平 但是我們沒有贏得和平 而我們沒有贏得和平 這個原子彈隨著這個軍備競爭 越來越升級 我們時刻感覺到的這種威脅是越來越大 所以後面這個波恩 大家也都知道 戈丁根的一些這個哲學家 當時有一個叫波恩18人 這個叫這個戈丁根18人 這個當時有一批德國的科學家 有18位非常接觸的科學家 這裡面很多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 他們這個在戈丁根集中在一起 在1957年發表了一個叫戈丁根聲明 那麼他這個波恩當時這個寫道 科學的作用和科學的道德方面 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因為科學絕不可能導致任何邪惡的美貌 被世界大事驚醒 他說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 在第一顆原子彈掉在日本城市時也驚醒了 而這是原子彈的威力啊 他這個結束了戰爭 但同時他也帶來了很多的這個後遺症 也帶來了很多的後遺症 那麼後面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接下來就有了關於這個科學家的責任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麼這個跟這個相關的還有其他的好幾件事情促成了 其中有一個叫紐林堡的審案 我們當發現了一些科學家 那些科學家本來是追求 科學家我們當然都是覺得很神聖的 對吧 但是在納粹時代有很多的這個 納粹的科學家 跟這個納粹的這個一起 軍人一起 他們做了很多這個上盡天良的事情 做了很多的那個危險的試驗 像這個海水試驗啊高空試驗啊等等 對這個人進行了一個產物人道的這樣的一個試驗 所以這個紐倫堡這個審判以後 這1946年就誕生了叫紐倫堡法典 這個法典總共有10條 這個10條就我們今天講這個後面這個叫所有的 現在講的這個知情同意啊 這個醫學倫理學的這個幾大原則啊 一個最早的處刑都是這 其中第一條就是人類受死者的自願同意是絕對必要的 你別說這個東西是為了這個人是為了科學 但是你科學你既然是為了人 但你不能把人當作工具 你必須要使得這些受死者本身他願意 而且試驗必須對社會能夠產生有益的後果 你不能傷害人 你受到風險的程度和你要解決的人道主義的這個程度相比 那你必須是他的風險要低 所以我們現在的比方說我們這個要做這個疫苗的這個試驗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很多的這個患者 我們就沒辦法做 而且你要做這個試驗 你這個風險一定是要經過他們的本身的同意 這些都是有很好的規範 這個1964年的時候就在這個基礎之上 在這個紐倫堡這個法典的基礎之上 世界醫學大會就提把這個紐倫堡法典呢 就把它慢慢的就更加細化 就出台了一個叫荷爾辛基宣言 對於以人為素式對象的生命醫學研究 制定了一個明確的倫理原則 和更為具體更加嚴格的限制條件 那麼這份宣言當中明確提到了道德倫理人的尊嚴等概念 為後來生命醫學的產生和發展奠定的技術 但是實際上人類啊就是會遺忘的 人類是總是不會從這個教訓當中吸取教訓的 這個我們今年在疫情當中總是反覆的會說這麼一句話 像這個雖然有過這個紐倫堡試驗 雖然有了這個叫荷爾辛基宣言 有了這個紐倫堡法典對吧 但是後來70年代的時候就在美國 而人們發現這個美國這個在一個塔斯基級的這個地區 這個美國這個衛生公署就現在相當於美國現在的CDC 他在這個塔斯基杰這邊把這個黑人做霉毒試驗 將近有400個人參加了這個試驗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有了青霉素 有了這個有了這個很好的藥 他不給他們用 最後死的這個這個大概有300多人 試驗到最後全都死了 這個事情是怎麼被曝光出來呢 是後來70年代的時候被一個記者發現 這個是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黑人的命也是命啊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一個明顯的一個種族歧視的事情 所以當時70年代的時候這個事情一大曝光了以後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這個整個社會的討論 所以你怎麼能這樣做呢 你把人這個你把動物也不能這樣啊 你完全是在這樣的一種 在這樣子把人不當人的這樣的一種東西啊 這個曝光很大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搬車事件 這個我就不講了吧 來不及了 那我就講這個 那麼我現在就講這個被養人報告 就這件事情催生了被養人報告 被養人報告後來就是這個這個事情曝光以後呢 然後這個美國接下來就派了這個專人去調查 調查這個這個塔斯基基實驗的整個過程啊 其實他也是他這個國家領域 對吧但是他領域是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在做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事情後面就是美國這個成立了第一個 生命倫理政策制定的一個國家機構 叫保護生命醫學與行為學研究中 人體受試者國家聯會 在這個報告當中明確提現了三項原則 叫尊重有利和公平原則 那麼後面有人又把它提出來 這個叫有利呢 和不傷害還是有區別的啊 那麼這些思想呢其實在人類很早就有了 我們如果說學醫的啊 大家都知道有個叫西伯克拉底誓言 在西伯克拉底誓言裡面在最早啊 包括在我們中國也有孫思廟的這個這個 醫書裡面也都提到了要不傷害要公正 啊但是你看我們這個叫這個塔斯基基梅毒實驗 這就很明顯的是不公正 而且明顯的是對人的受傷害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整整這樣的一些背景下 那麼醫學提出了生命四大原 醫學生命倫理學的四大原則 然後少打的幾個字 醫學生命倫理學的四大原則 叫不傷害自主有利公正 這我就不詳細講了 那麼這都是在70年代的時候 那麼70年代還有一個事情呢 也是一個非常值得一擊的 就是這個叫雷奇爾·卡森 他發明他就寫了一本書叫《激進的春天》 那麼這個《激進的春天》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這本書呢就當時呢 就是這個當時這個70年代的這個時候呢 60年代 當時這個很多的這個 當時我們用這個叫DDT啊 來這個治蟲 啊治蟲 那麼這個這個自蟲的這個同時呢 也使得很多微生物啊包括鳥類啊這些東西啊 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卡森呢 他說他有一天早晨起來以後 發現這個春天啊這個院子裡就是 這個這個鳥兒也不歌唱了 他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那個當時這個美國也是在自從 散這個這個藥的這個時候啊 所以他這個就給他的這個一個一個啟發吧 所以他後面寫了這本書實際上是當時的這個整個環保運動的一個宣言 一個宣言 他這個當時在這本書裡提到 就我們冒著極大的威脅 極力把大自然改造的適合我們心意 但卻未能達到目的 那未能達到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把改造適合我們的目的 並不是希望自然界 就只剩下我們人 把我們的同類都消滅了 這個時候這個當時的環境污染 非常非常的這個厲害 就是這樣的一些工業污染啊 像這樣的一些這個藥物的這些污染 所以他認為這些污染 威脅著我們人類和地球本身 那這個污染其實我們今天實際上是更加嚴峻 所以在70年代這個末的時候 有個德國哲學家叫Hans Jonas 他寫了一本書叫《責任原理》 而這句話非常有名啊 我經常講 叫Ploomysius代表技術 終於擺脫了手鏈 怎麼擺脫鎖鏈 科學使他具有了前首位的力量 對吧 我們技術有了科學的支持 經濟賦予他永不停泄的推動力 技術現在都是跟這個經濟是連在一起的 對吧 你不投資的話那個技術發明怎麼行啊 那麼怎麼可能這有市場對吧 沒有市場他也不可能再發展 所以他叫解放了的Ploomysius 正在呼喚一種能夠通過自願截至 而使其權力不會導致人類災難的人 現代技術所帶來的福音已經走向其反面 已經成為災難 而這是一個宣示 而這也是一個宣言 他告訴我們我們今天已經不能夠再這樣做了 而這個技術已經走向反面了 我們現在要互辦的一種新的倫理 一種新的倫理能夠接制人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能夠對人有一些這個權力經營一些約束 所以他說技術 現在我們回到這個題目 技術為什麼要成為倫理學的對象呢 因為今天的人類的這個技術 已經不是僅僅是滿足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了 技術已經它的活動的範圍和深度 它擴張到了醫療任何時候 所沒有達到的這個地步 已經構成了對人類整體存在的挑戰 比方對環境的挑戰 尤納斯還不知道今天這個挑戰 他這個90年代去世 應該是94年90年去世 那麼分析在一個方面 我們倫理學面臨在一個陣空 我們這個倫理學 我們這個無論是美德倫理學傳統的 還是我們近代的 我們提出了一些這個原則 來盼著我們的行為 是不是符合人類的利益 而是不是能夠得到這個辯護 是不是好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面對著新的技術 我們卻沒有這個倫理學 我們卻沒有這個倫理學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呢 這個技術 我們知道技術創新啊 它是往前看的 而我們倫理呢 它希望呢 它是穩定 它希望維護這樣一個安全 維護我們人類的這個價值的 這樣的一個鏈本身的 它的一個連續性 那你技術突然之間 往前走了 但是現在也沒有東西 別說你 也沒有一個心得這樣的一個倫理 能夠跟你這個相配 所以這個優納斯就提出來要一個責任 而責任原理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做的這個行為 必須符合人類的長久尺寸 它必須符合人類的長久尺寸 所以它在這個背景下 提出了一個責任原理 所以這個責任原理的這個提出呢 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 就標示了這樣的一個學科誕生 我們知道一個學科 我們就講的比方說技術輪女學 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要這個學科要誕生 要有一個看護啊 要有制度啊 要有等等 要有一個棋子 要有一個棋嘛 就是說對吧 那麼這個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要對人類和對這個整個的 不光是這個人了 他講的這個人類的存在 還包含了其他生物 包含了生物 所以生理倫理學 環境倫理學 技術倫理學等等 都是在70年代突然之間爆發了 這個德國的 這個美國的一個技術哲學家 這個芬伯格講 他說對狂妄的批判 是技術倫理學和技術政治學的基礎 就是人類太狂妄 有一個什麼可以為所欲為 實際上我們不知道 他這個風伯格講 這個技術這個系統 讓我們這個任何一個 一個小的環境系統 它只有反饋的 技術本身就剛剛海德哥講的 你以為你僅僅是改造世界 其實那個改造世界的那個世界 再會反過來 通過這個中介來改造你人 改造你人 所以最終受影響的 還是我們城內人生 福伯格是馬爾夫塞的學生 他是這個德國 這個就是法蘭科夫學派的 這樣的一個師傅 那麼馬爾夫塞呢 雖然後來是在美國 但是他仍然是屬於這個 法蘭科學法蘭科夫學派 是一個很重要的議員 那麼他曾經在這個70年代 就寫到這個叫有一本書 就講單向度的人 而單向度的人這本書 實際上他的目的不是批判技術 他的目的是批判社會 但是他認為這個社會 為什麼會是導致這樣呢 是因為技術進步的擴張 導致了整個的統治 和整個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完全變化 所以他在這個 他這個我們講的這個法蘭科夫學派 叫批判 批判哲學的這個傳統 這個批判哲學傳統實際上是 從克斯延續下來 對社會經營的一個傳統 那麼到了馬爾夫塞這裡 他就變成了對於這個技術的批判 而分伯德呢 在這個路上就走的更多 他講這個技術政治學 和技術能力學等等 這個講了多長時間了 我來看看 好三點半了 那麼這個時間有點夠搶 我到四點鐘是吧 那現在技術的 講納米技術 生物技術認知 但是我現在不講這些東西了 我把這個都跳過去 我就再回到剛剛這個 這個現在技術很多的都有這個特點 就我就不去講這個叫納米文理學這個東西 我現在就還在講賀電奎這個事情 雖然這個 就是這個賀電奎這個編輯因而 他這個實際上是有一連串的技術活動 造成的對吧 他這裡面涉及到 首先這個胎兒 他不是在這個這個子宮裡面編輯 他是體外通過體外受精 體外受精 那這個體外受精本身實際上也是現代技術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現在大家都接受 那麼這個這個體外受精本身呢 最初的時候也是有爭議的 也是有爭議的 他想會老舉這個例子 說這個他認為人類現在可能 就是對他這個技術有爭議 但是過多少年以後會把他當做一個英雄 那因為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等等 那麼體外受精 我們不去討論這個事情 那麼據說我講這個基金編輯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這個概念 他涉及到好多的環節 首先是要在體外受精 對吧 要把這個這個精子啊 這個卵子結合起來 這個配子他在這個階段 或者是早期配胎的那邊 他要進行診斷 形成一個配胎 那麼看這個配胎本身呢 他是不是這個人做基因編輯 也有這個配胎肌肉前診斷這個技術 因為這個我們體外受精有的時候 是可以搞成可以這個培育很多個配胎 那麼接下來以後呢 這個通過這幾個配胎進行比喬 那麼比喬呢 看如果說我們不用基因編輯 看哪一個配胎更健康更好 然後接下來就取一個配胎 把他植入子宮 讓人這個就是分娩 對吧 那麼這是一個配胎植入前診斷 這個所以就很大的這個爭論 就你這是不是優生學 啊為什麼要挑一個好的進去 那麼這個配胎呢 之前我還這個放開二胎的時候 我還看聽到這個廣播裡有一次偶然聽到一個例子 就有一個婦女 她這個配胎這個當時這個 這個體外受精培植的配胎呢 她把它放在這個存在那裡 冰凍了就是已經有了12年了 這一次這個第二次就是我們國家 允許生二胎的時候 因為她現在已經不能夠再這個懷孕了 所以她又把那個胚胎取出來 而且生了一個健康的寶寶 就是胚胎植入前 胚胎這個在體外培養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可以把它這個放存在那裡 然後接下來這個胚胎植入前診斷呢 是在這個胚胎形成以後 本身要對他進行這個檢查 然後選擇 那麼如果說像 這個遇到的這個情況呢 是他要把這個胚胎 把它這個培育好了以後 進行診斷 然後診斷以後呢 這兩個胚胎還都是健康胚胎 他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健康胚胎 然後接下來他對這個胚胎 本身進行了編輯 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他把那個CCR5的那個基因 而這個基因呢 認為呢 這個是說 這個是可能會導致人的這個 HIV病毒的一個感染的大門 那麼如果把它關閉掉 或者把它敲掉了呢 那人就不能夠得這個病 那麼因為這個有之前有資料 這個顯示呢 在北歐呢有很多人 這些人他天生就沒有這個CCR5的基因 那麼他沒有 所以他就不會得這個病 那麼這個CCR5是一個典型的這個叫李克蘭 他腦子裡就想著沒有這個東西 當然就把它給敲掉 敲掉了就不會的 那麼他其實他沒有法律到這個 是不是會對其他有影響 這個敲掉會不會帶來其他基因的突變 會不會就一定能夠導致 因為他是一個每個基因啊 他不是一個單獨的基因啊 他是一個在一個體系下的一個基因 對吧 所以這個問題呢 他就沒有比較多的這個考慮 他就進行了這個 然後在這裡面進行敲塗 最後又把它支入主攻 再孕育伸展 所以他經過了一個大的環節 那麼我們前面剛剛講到 大家比較多的討論的 可能是風險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我是從現在從哲學層面討論 不是就賀劍奎這個事 只是把賀劍奎做一個案例 那麼賀劍奎這個事已經定性 他有很多方面的問題 那麼他的這個違背 最主要的是 按照我們現在的這個對他的這個判定 是違法了對吧 我想說給他判了三年 那麼這個但是他還有其他的問題 那這還有其他的問題 包括這個程序的問題啊等等 那這些問題是要譴責的一些問題 可能 那麼我們現在劈開他 就我們現在講 基因編輯本身 他的哲學問題在哪裡 就如果你們未來 如果去學哲學 我們會討論什麼問題呢 首先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就涉及到一個自主性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誰有權利 對這個小孩這個東西 比如他說那會認為 可能這不是我幹的 那他父母同意的對吧 那麼現在就要問他父母有沒有權利 而父母有沒有有權利 對一個胚胎 一個潛在的一個人 進行這樣的一個編輯 因為這是大家進行那個改變 也就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在其實在這個墮胎的問題上 早就有爭論 佩胎本身它的道德地位是什麼 就佩胎是不是人 如果佩胎僅僅是一個東西的話 那麼你可能你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 如果說佩胎本身是一個潛在的一個人 他也有一定他的一個權利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就面臨著這個問題 就是你對佩胎的干預 誰能夠有權利給他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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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僅僅是從個體層面上來講 那麼我們再把擴大了從這個 不從一個具體的一個問題 擴大一個整體上來講 就是人類本身 是不是有權利對人類的基因組的完整性 進行干預 這就不是對於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個體的一個干預 而是說比方說這個西方來講 它是有個叫性地造農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而就人是不是扮演了性地 而我們是最性地才能造人 這個在西方 這是指揮的意象 這只是一個意象 不是說真的就是我們承認這一點 就是你人類怎麼能夠隨便 對我們人類的基因組進行干預 難道你是個上帝嗎 這樣的會議對這個人類的這個尊嚴 人的一個完整性 人的自主性構成一個挑戰 甚至它對人性本身構成一個挑戰 它構成一個很標準的一個挑戰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人 這個不同的人 就是這個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比方說這個福山 非常有名的福山 它認為這個人的本性就是 就是確實是一個存在的 它確實是存在的 但是你這樣的一種干預 本身它就涉及到對這個我們這個物種的干預 它涉及到這個物種的一個干預 所以它在這個我們後人類的未來這本書裡面 就講到了人類具有比其他動物 生物更高的道德地位 那人類具有這樣的一個道德的一個 彼此道德上彼此相同 人類有某些特徵 那麼這些特徵呢 它不是說某一個它是個總體 比方我們講人和其他生物來講 因為你要講人是特徵的 你現在干預這個動物都可以干預 為什麼人不能干預 它說我們人當然就是動物不一樣 跟其他物種不一樣 人類它跟其他物種不一樣 它不僅是一個理性 它是一個總的一個 它包含了比如說人類有語言 有理性 有社會性 有感知能力 有情感 有意識等等 這些東西 那麼這些東西 共同構成了我們人類尊嚴的一個基礎 構成了我們人類的尊嚴基礎 所以你這樣的一個干預 就很可能就會使得 我們人類這個天賦的 與生俱來的這樣的一些屬性 就發生了一個變化 那麼這就對我們人類的自主性 和自由的一種干預 它說每個人都有基因的庇護 使他或者他什麼一個完整的人 而這個天賦呢 使他本質上區別於其他生物 我們試圖保存的全部的複雜性 進化而來的秉賦 避免自我修改 我們不希望阻斷人性的統一性 或連續性 以及影響基於其他人的權利 這是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你不能夠就是對人進行這樣的一個干預 你這個干預就涉及到我們整個人類 這個一個完整性的一個存在 那麼還有一個這個大的這個哲學家 叫哈貝馬斯 是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今年還是去年 去年剛剛過了90歲 那麼他也跟這個福生 詞相同的觀點 他提出了人類共同 都建立一個物種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這個人的尊嚴 這個是不可觸犯的 這個意味著人性並不僅僅是一種可用於優化的東西 所有人類這個獨特的輪體 他預設每一個作為人類一員的個體 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這樣一弄弄了以後 就干預了我的這樣的一個主體的一個地位 所以他認為不管是這個叫基因編輯 他認為基因這個摘取也是不可以 那也是不可以的 還有一個人叫桑德爾 大家桑德爾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人是哈佛大學的 有一個這個做政治哲學 也做倫理學的這樣的一個哲學家 他在網上你們可以看到他有那個正義論 他在這個網上的視頻裡面都講到過 講到過他有一本書在漢語裡面叫反對完兵 這個他這個他為什麼反對完兵呢 他認為這個人本身是一個大自然給予的一個禮物 人類本身呢他應該是一個多樣的一個存在 我們沒有必要這個人呢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完美的東西 變成一個完美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這個東西呢 他也是這個堅決這個反對的 也就是說很多的這個哲學家 我就不具體例子 反對這樣的一個對他這個這個自主性的一個反論 那一個觀點就是對一個風險的一個問題 這個風險的問題我剛剛前面講了 就是說他預設了一個就是人類本身的這個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破壞 可能會帶來一個不可預測的東西 那麼這個因為我們人 所以在這點上叫面向未來呢 為什麼我們技術涉及到未來呢 因為這個我們都不知道現在現在的創新啊 究竟往未來什麼地方走 有些技術他當然是小小的這個羞羞虎的不講 但有一種技術我們把它稱之為叫顛覆性技術 這個顛覆是什麼呀 顛覆的一些規範顛覆的是一些概念 創新本來就意味著一種破壞在泥財那裡 泥財那裡這個就創新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摧毀就是一個毀滅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破壞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這種破壞呢還可能呢 會不會帶來一個就是一個混合 現在很多基因編輯說把這個在猴子那裏 製作其他的這個東西 就是已經有了前一段時間 有人把這個在猴子身上做試驗做什麼呢 做這個自閉症的試驗 讓把人類的那個就是為了試驗治療人的自閉症 有的初心都是好的 那麼接下來他把猴子做試驗 把那個帶有自閉症的那個基因把它輸到這個猴子裡邊 然後讓猴子很痛苦 接下來觀察猴子的行為在猴子上做試驗等等 那麼反過來會不會人把人自己做試驗呢 也就是有一個著名的一個理論叫滑坡效應 就我們一旦在這個上面來以後呢 那可能會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風險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討論那個一個就是社會公正問題 那麼這個社會公正問題呢 我倒是跟他們的有一些觀點不完全一樣 當時那個知識分子這個採訪我的時候 當時採訪的有六個這個哲學家 包括這個國外的有一些 那麼當時我實際上也就是把我這個觀點來言 就是這個提出 看視頻這裡面提到 這叫Fabellisto 這個 我自己認為就是這個關於社會公正的這個問題呢 這個比較 不是完全是這個生物基因能夠決定的 你不能說對基因的干預 就一定是干預了 就是造成了這個這個社會的這個不公平 那麼這個如果說在現有的制度下 那麼特別在資本主義制度 那麼這個接下來僅僅是讓有錢的人 就是誰有錢誰可以改變自己 誰有錢誰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強 那麼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是會把這個社會的這樣的一個貧富分化擴大 這個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這個制度本身是可以改的 最終決定這個一個人的這個整個的是不是 變得更加優秀 或者是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就是貧富造成一個貧富參與 在我看來這個基因本身的作用是很小的 更主要的是一個制度 我們完全可以把比方說用這樣的一些技術 用在那些殘疾人 用在一些這個先天比較這個 不是非常強的 比方說他有疾病 他某一方面有欠缺 用在這種身上 那不是可以拉平了這個社會的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種差距 這種所謂的貧富的鴻溝用 我自己在這個這個方面 我認為社會公正的問題 它是個制度的問題 就是這個基因編輯也好 它可能會擴大在現有的 前提是前現有的制度框架下 會擴大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現有的這個框架 本身是不是合理 那麼如果不合理 我們應該改的首先是現有的框架 現有的制度 我們應該調節的是這樣的制度 使得社會更加公正 就比方向我們高考相對來講 就比較公正 當然你不能被頂替了 對吧 但是這個是這個是非常個案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總的來講 這個你即便再有多聰明的基因 在沒有恢復高考之前 那個時候這個正好這個去年 我們紀念這個改革開放40年 當時他採訪我的時候 我就是這麼說的 對吧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 那我們就不可能上大學 我們當時就在農村 就是在做這個勞動 很多的事情都不可能這個實現 中國也不可能發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改革開放 有了我們制度上的一個改變 所以使得你即便 我認為人與人之間這個智力 肯定是有一定的差別 不是很大的差別 但是不是說完全每個人都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我認為也不是這樣的 人的生理上就有差別 但是很多的最主要的這個 決定人的這個未來的 他不是這個生理上的東西 而在於後天 更主要的還是這個同學們 還是在於你們的努力 在於自己 當然包括今天我們想有這個高考 這個給你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基因這個編輯的這個事情 我就簡單的也在這個 因為前面我們講了很多這個事情 那麼我現在講的就是從哲學的層面上 我們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上面我列的幾個都是比較有名的 這個大的哲學家 這個大夫山啊哈維瑪斯啊 桑德爾啊 這些呢都是被稱之為保守派 他們認為這個是自然的愧真 而人性是不可脫衝的 而桑德爾這個有的觀點我也不贊成 他講的有的極端 他甚至認為這個 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這個有一對這個聋養人吧 對吧 他說這個這個聋養人 這個他為了就是這個跟孩子交流 能夠更加平等 那麼他把這個孩子本身也保護了 這個我認為是不贊成的 這個人類本身還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 這個標準的啊 什麼是對孩子有利的 任何一個父母 你不能夠就這麼自私對吧 我自己是非常不贊成的 這個例子的 他舉的這個例子 那麼我覺得這個 我們必須確實為孩子著想 如果孩子有疾病 如果說能夠干預的話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說你在一個健康的這個孩子身上 然後就為了實現一個 所謂的這個還不知道的一個目的 進行干預 尤其在這個風險還不確定的情況下 那麼這是不可以啊 所以我是當然對這個 當時賀劍閨的事情是堅決這個反對 那麼但是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涉及到人的性 人性的這個本質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你比像這個薩布雷斯當時也是跟我一起接受了這個採訪 對吧 他也是對賀劍閨的事情 本身他是認為是表示反對的 但是他是對人類增強本身是贊成的 這個人類增強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你不是為了治療的目的 你是為了使得人有更加這個強大 這個就是說我們身體變得更強 或者是更完美 叫人類增強 他是支持的 他認為增強這個自修 或者自己後代 他是一種意義 而且他們認為這個反對增強 正是這一種偏見 反對增強偏見 所以他們主張的進行一些 這個叫謹慎的一個篩選 就是像這樣的一些 這個觀點是很多的 那麼今天呢 這個我們國際社會呢 其實是從2015年 當時這個黃軍舊 就是這個中山大學的有一個黃軍舊呢 這個做了這個在一個胚胎上面 當時他是一個儀器的胚胎 做了為了治療地中海貧血症呢 做了一個這個就是這個叫基因編輯 那麼這個實際上呢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螃蟹 第一個實際上是他吃的 但是他當時為什麼沒有造成這麼大的 像這個賀劍回的這樣一個波蘭 第一個他首先 他當時進行這個基因編輯的這個胚胎呢 是儀器的一個胚胎 他不是要那個 第二個他馬上就停止了 他也沒有把它編輯完了以後 就增入到子宮裡 並且也沒有生出這個小孩來 另外他是為了治療這個基因中海貧血症 他就說在一個有缺陷的胚胎 來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幾個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做這個技術倫理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現在在原則層面上 相對來講有很多東西 大家都有共識 但是一到了具體的場景 有些問題還是要具體的分析的 不能籠統的就反對基因編輯 而是要對基因編輯的一個個體的情況 進行分析 但是呢像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則的問題呢 就是說你應該不應該做 能不能做 而這個又是必須在這個哲學的層面上 進行討論 那麼國際社會到現在為止實際上是有了一連串的 這個每年的開會 每年都在搞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說上個禮拜就是17號 這個美國科學院 美國科學工程醫學院 開了一個小型的這個會議 他們也邀請我這個參加 那麼這個會議面其中就有張峰來討論這個 他做了個報告就關於這個基因編輯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事情 就是有這麼 那麼這一直在討論的 那麼目前來講呢 就是大家這個有一個共識 共識呢就是在基礎研究的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是可以做的 那麼另外在體細胞也是可以做的 體細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成熟的人這個細胞 那比方說我現在現在 我們這個華西醫院 就有人對這個癌症病人 進行這個體細胞的基因編輯 就是對這個這個一個病人在他身上做 那麼他如果本人同意 確實在各個方面都符合這個倫理的規範 那是可以做的 那麼因為他做了也就到他為止 而且是以治療為目的 那麼但是生殖細胞上 他是要傳到後代的 今天全世界已經達成共識 在生殖細胞上做還是一個禁區 所以這個科學啊 他是跟這個技術相關的 他不是沒有 所以這也是一個科學 但同樣也是一個技術 我們今天把它稱之為技科學 但時間關係這個概念 我就沒有辦法去講了 那麼這個時間可能都已經到了 我就簡單講兩句 這是最近關於這個新冠病毒出現了以後 這個波爾尼有人 他們做了一個合成基因組 這個算了這個不講 這個講到別人造成這個誤會 這個我都不去講 這個沒有時間了 因為我這個今天講的太這個 因為我確實不是非常清楚 這個要講到什麼程度 所以可能前面講的細了一點 那麼我現在就跳到最後兩頁 就我們需要怎樣的未來 這塊我就簡單的翻一翻 就是說這個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技術本身對我們人是有反作用的 而且每一個技術 它實際上都確定了你就是你 你使用什麼技術在很大程度上 就說明了你之所為 這個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個事情 那麼在科技時代呢 這個任何一個科學技術都會影響到我們的未來 這個這個是 那麼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伊德有沒有德國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技術哲學家 他講我們今天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實際上是通過技術來建構的 什麼意思 就實際上有點像這個康德講的 這個叫無自己的概念 就是實際上這個世界本身啊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認識 我們所感知的世界實際上是技術 呈現給我們的世界 我們和技術已經成為一體了 成為一體了 我們通過技術來看世界 這個我就不去講了 那麼我們今天想做的呢 從人類學試一下來看 就是其實呢我自己本身啊 這個是我前面講的器官投影的啊 這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那麼我本身呢 是個非常贊成這個叫 Helm de Placeman 他的這樣的一個觀點啊 這個觀點 尤其是這一條叫自然的人工性 而我認為人本身呢 實際上是一個自然物 但同時也是一個人工物 什麼意思呢 人從一開始就是離不開人工物 就我們從人的整個進化的歷史看到 其實我們是伴隨著技術在進化 所以人是被迫安在他 按照他的存在形式生活 他需要一個非自然的 非生長方式的補充 因此他的人工性是自然的 出於他本身生存需要的 就是他的人工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技術 本身是跟我們人類本身的 這個自然是一個互補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而且我們和自然的這個基礎 我們所面對的這個自然 其實我們是不能夠面對自然 就像伊德所講的 我們和自然的關係 叫間接的直接性 因為我們是 雖然人是面對自然 但是其實是通過技術 來面對自然 就像我上次給另外一個報告 裡面我放了一張 就是我們黑洞的照片 黑洞利我們多少億光年 我們怎麼看得了 我們是靠技術把它給合成的 一樣的一個道理 大家以為那就是黑洞 其實差遠了對吧 那是一個數據匯積成的 那麼另外就是想講的 就是說這個技術本身是不停留的 技術是文化的瞬間 它這個技術一旦實現了以後 技術永遠在進化 那麼所以我們才會有過去這個